行车这期拍下 当时后方的保时捷已经停下来了 但是一辆银色轿车却疑似是抢快 从外车车到超车 结果在没有刹车情况之下 直接追撞了保时捷 自己车头当场都撞烂了 事件就发生在高雄左营 今天早上10点多 在翠华路往都会快速到路上 从德路段的家道出口 当时开车的是一名38岁的业姓男子 他在快速道路的外侧车道 要超车的时候变换车道 结果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追撞到前方保时捷 36岁苏姓女驾驶的坐车 又再往前推撞到自小客车 而这一撞恐怕让他陪惨了 因为他不仅是撞到保时捷之外 保时捷又再撞上前方的白色轿车 是一辆瑞典坦克VOVO轿车 两辆车接连受损而这样一撞 也造成车上有三人受伤 但都还好是只有擦措伤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这名夜姓男子虽然没有酒驾 但是连撞两部车 恐怕将要负担后续庞大的维修费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